各位朋友,给大家报告同盟军今天的最新的战报吧 在整个的缅北呢,同盟军及其盟友啊,节节胜利 米洋来武装呢,犹如瓮中之鳖,想跑都跑不了了 跑回夏缅甸的几个交通要道都已经被断了 那么在整个的缅甸呢,风烟四起 博固省12月2号,人民保卫军的联军向交击梦镇的米洋来武装多个据点及警察局发动进攻 下午占领了交击米洋来武装第599机动营的营部及梦镇区的警察局 到今天12月3号早上,革命联军继续对米洋来武装的残余进行了清剿 双方冲突仍在进行中 另外呢,今日上午,革命联军进攻并占领了米洋来武装590机动营的据点 两天的激烈冲突中,革命联军先后攻破了米洋来武装599机动营 590机动营的据点,控制了该阵的警察局梦大桥 至此呢,革命联军宣告控制了梦镇 目前呢,米洋来武装正使用战斗机武装直升机对梦镇进行轰炸 到目前为止,少数民族武装以及人民保卫军共收复和占领了19个镇区 目前,在克伦邦的磊固镇,石阶省的提坚镇,丹西镇 克伦邦的高加利阵,扇邦的国杆,木姐的105马,兴威,西普,交迈等镇 全部都爆发着激烈的冲突 若开邦12月1号,若开军宣布被米洋来武装扣押押为人质的部分居民获释 据悉,这已经是若开军第三批解救的居民在阳光省 克延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官员表示 12月2号18点40分,我们使用无人机对在阳光省克延镇的 这个佩亚标村的寺庙里边的米洋来武装投弹袭击 造成他们了一部分损失 另外在12月1号,阳光省三桥区阳光地区议会大厦附近 发生了三起爆炸事件 11月30号,人民保卫军还在宋戈镇对米洋来武装驻扎的地点进行了袭击 造成米洋来武装至少三人受伤 在孟邦,根据当地居民的消息 12月2号19点左右,人民保卫军使用无人机投弹 对毛弹镇米洋来集团旗下的移民局进行了袭击 袭击发生以后,米洋来武装人员在市区进行搜索 并乘车四处巡逻 12月1号21点30分,克伦民族保卫组织及孟邦人民保卫军阿尔法蝙蝠部队 对东南军区司令秘密府邸以及孟邦的首席部长的官邸 直升机飞行员的住所孟邦第15警察营的营长官邸 四个军事目标使用了无人机投弹袭击 据当地居民的消息,袭击事件发生以后 看到有救护车进出东南军区司令幕 在对首席部长的官邸进行轰炸期间 孟邦的首席部长受伤 据报道,人民保卫军此次袭击 主要是针对在克伦邦的高加利镇 甲阴瑟基镇 枪尼奎的米洋来武装的指挥官和高级人物 在克伦邦12月2号 克伦联军与米洋来武装在高加利镇的冲突 已经持续到第二天,被困地区的居民开始逃离 被困在城内的居民街道消息 要求三个小时内撤离 当双方在城内冲突激烈积蓄的时候 米洋来的战机和炮弹同时向冲突地区开火 造成第五街两名平民 其他地区三名平民死亡 多地的民宅和寺庙被炮弹击中 不同程度的损毁 另外,米洋来武装机边防部队封锁了城市的出入口 并试图对撤离的难民开火 石阶省11月30号 米洋来武装及彪少奇民团缓和部队 进驻了瑞宝镇的帕莱村的学校 上午9点,米洋来武装15人外出期间 遭到人民保卫军近距离袭击 三人被击毙 随后学校内驻扎的彪少奇民团 进行了增援 人民保卫军撤退了 在国赶12月3号 在1027开展行动的第38天 同盟军在各地对苗兰的武装攻势继续 12月3号 同盟军共收复了东山区五个据点 同盟军向老街方向进发 同盟军集结在老街周围 这是12月3号在周围的一些战果 当前老街以北的战线 已经压缩到西山区的东面 老街以南则是沿东线 推进至东城外围的126、127借庄 12月3号 同盟军共收复了东山区五个据点 12月3号 同盟军上午10点20分 向东城外围的米洋来武装盘踞的 马海山据点发起进攻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战斗 于11点46分成功的收复 在进攻马海山的同时 同盟军一步还于上午10点16分 向三大沿山脚的 三个米洋来武装盘踞的据点 进行了搜索清脚 并于11点16分成功的收复了三个据点 另外同盟军从今日上午10点 开始对盘踞在东山区老鼠沟 后山的米洋来武装 527营据点发起了进攻 经过近五个小时的奋战 于下午14点48分 成功的收复该据点 其间的同盟军击毙米洋来武装 10人 击伤数人 并缴获了武器弹药一批 在穆邦战线12月3号上午9点 穆邦县的地方武装 在清理穆邦区域的时候 俘获6名从南闸拉团部溃散出来的米洋来武装的残部 并缴获其藏匿的迫击炮一门 制弹筒步枪冲锋枪 榴弹发射器等各种枪支 弹药在内的军事物资一批 截至发稿的时候 同盟军已经攻克了米洋来武装 盘踞的大小军事据点 达到了202个 先后收复了清守河 蒙古滚弄棒赛拱掌 五个阵区 另有清水河 蒙古棒赛金三角 四个边境口岸和通道 全国范围内被革命武装解放的阵区 现在呢 已经达到了19个 这都是一些今天的战果 还有呢 在老街盘踞的这些电炸的这些 这个家族吧 他们想把自己电炸的这些钱财 运出战区 但是呢 半路上多被同盟军给缴获了 变成了同盟军的军费 我告诉你 我现在没有心情听他们什么狗屁浪漫爱情故事 我现在就想搞钱 光羡慕人家又是用 我们要自己行动起来 要变得比他们更有钱 你太棒了 你这呀 那些是我的好感 这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呢 所以这些电炸家族的这些诈骗犯 没有一个应该放过 也没有一个能够善终 各位 好吧 这是今天老街的居民 实拍的城内的情景 这个老街啊 现在啊 可以说是 这个街上呢 这个老敏这些还在走路啊 还有小拖帮车拖着也不知道去哪里 左边呢 是皇家丽华的二号三号 好像这边呢 也有几栋大别墅啊 左边这里就是皇家丽华 这一块呢 也不晓得是 现在这个步行街呢 之前呢 也比较繁荣啊 也比较繁华的 现在不晓得里面的情况 前面这里是CKC的一个酒店啊 酒店 饭店 生意这些事情呢 也比较好 这里 这是 你看这里呢 是死的个人 也不晓得是什么情况啊 但是说实在的 在老街这个街上 有个死人没人管的话 确实也是很正常的啊 在战区 街上 横尸遍野 都没人管 没人收 这就是战争 今天呢 主播呢 就带你们看一下 现在很多人呢 说东城已经被打进来了啊 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左边呢 你们也看到了啊 临福大酒店 都市猎人这里 在老街待过的朋友们 都是名人啊 之前呢 在老街待过的朋友 对这些地方呢 也应该比较熟悉的啊 这里呢 临福里 上里面有个KTV 还 也还不错啊 这个KTV 消费不是那么 也不是那么高啊 这里东城 就是现在主播给你们看的这个位置啊 很多人也应该比较熟悉了 这下面呢 就是福利来的大门了啊 从这里进过来的话 就是福利来的大门口这边了 现在呢 从这里一直过去呢 就是到了老街了啊 就是老街子那边 那就是主要是很多人呢 问就是说老街是一个什么开念啊 老街呢 其实也就是国港统称也属于统称老街 然后老街呢 又分为东城 还有就是老城区 东城区这样子啊 其实呢 东城区呢 是这两年慢慢开发起来的 前两年呢 都是在老街子那边啊 这两年是慢慢的已经开发起来了 前面这里呢 就是莲花均盘啊 今天呢 账况呢 现在 你们有没有听到 就是这个枪炮响啊 现在在大喀萨这边呢 打的已经是非常激励了 已经打的非常激励了啊 从这边就是莲花均盘过来 幸福桥这里过来呢 就是这个玉龙酒店啊 天上你看飞机还在飞着 这里上去呢 是延峰路啊 左边呢 是车站 今天呢 就给大家先看一下东城这边的情况啊 因为很多人呢 说已经这边已经被弓打下来了 其实呢 是没有啊 大喀萨方向那边 正在发生激烈的枪杖炮声 应该是在打大喀萨 但是我能够打那喀萨 那么一下 我其实也没关注 今天是新闻的枪杖炮声 还八 given 我已经看了 那边呢 我可以打得真抖 对你 翻着 我 我 你 我 老街的居民可以说是生命毫无保障 天天生活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 战争啊老百姓啊最苦啊各位 在这个任何时候都不缺乏趁火打劫的歹人 同盟军呢现在呢还是肩负起了这种维护治安的工作 根据同盟军的官方消息啊 在12月1号的时候果敢人士阿强先生 知道自己停放在老街的爱车被偷了以后 在微信的朋友圈发起了巡车启示 一位熟识同盟军的在职干部的朋友看到巡车启示以后 向同盟军组织请求帮助 受理单位在接受报案以后展开调查 经调查发现该车辆呢 此前已经在老街至清水河的芭蕉河路段被扣押了 据悉呢当时车辆在检查站停下接受调查的时候呢 同盟军执勤人员发现驾驶员与车主的身份不符 同时呢也没有驾照 因此呢将车辆暂时扣押 接到报案以后再核实确认车主是阿强无误 12月2号阿强先生接到可以前去同盟军的某执勤点 领回失窃车辆 在到达指定地点拿回自己的爱车士 阿强先生为了表示谢意 主动向同盟军组织捐赠了1万元人民币革命经费 据阿强介绍呢 老街开车下清河的驾驶员呢 原本是家中雇佣留守的一个善族的工人 不料竟悄悄的将车开走 这才连夜发了巡车启示 而偷开雇主车辆的工人在被查的时候 声称可以找到人证明车子是自家的 然而同盟军相关负责人将其放回后 却不知所踪 同盟军提醒百姓 目前老街属于战区 很多的流氓恶霸趁着战乱 对群众实施抢劫敲诈和勒索 提醒广大的群众居家与出行 都要加倍的提高警惕 人民的子弟兵 这就是今天的最新战报 谢谢各位点个订阅 下期再聊